看亲子与徐璐对戏 一边怒吼一边把徐璐推倒在地 徐璐被吓得不知所措 原本的台词没能说出口 缓过神来的看亲子捧着徐璐的脸道歉 徐璐也抱住了看亲子 哽咽地说 这句话后期并没有配上字幕 可声音却被完整地录了下来 或许在徐璐的心里始终有一块地方是属于乔任良的 2015年 徐璐和乔任良参加了恋爱综艺《我们相爱吧》 专属两人的慌张CP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霸道总裁和小娇琪 当时年仅21岁的徐璐还没有谈过恋爱 乔任良就亲自带他体会了一把小说中的恋爱 两人在黑暗中见面 乔任良一把将徐璐搂在怀里 展现了妥妥的男友力 紧接着又上演了一场专属徐璐的演唱会 拿着吉他唱了一首可爱女人 这让从未谈过恋爱的徐璐心动不已 就连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表示满足了他们对爱情的幻想 节目中两人一起泡温泉 认识对方的朋友 徐璐还见到了乔任良的父母 他们都对徐璐很满意 节目的最后 徐璐为乔任良穿上洁白的婚纱 用最浪漫的方式让观众记住了这对一男平的CP 但节目结束后 两人并没有走到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也渐渐忘了慌张夫妇 直到乔任良的去世 这段恋情才再次被大家想起 在乔任良的演艺生涯里 徐璐是他唯一承认过的女友 不管是不是逢场作戏 两人在节目中的真情流露一定是他们最难忘的回应 只可惜他们今生有缘无分 而徐璐公开的第二任男友就是张明恩 两人还一起录制了综艺女儿们的恋爱 两人在节目中大秀恩爱 张明恩为了徐璐专门学做菜 教她打篮球 在她失眠时陪她聊天 徐爸爸也表示对张明恩很满意 就在大家以为两人好事将近时 却传出了张明恩与胡冰青的绯闻 两人最后已分手告终 所以当徐璐遇到感情戏时 总会情不自禁地入戏太深 当唐嫣和刘亦菲因为穿甲高定险些被时尚圈封杀时 徐璐却将成堆的高定礼服像普通衣服一样随手扔在椅子上 这些礼服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 徐璐用亲身经历证明了什么叫毫无人行 与张明恩分手后 徐璐二话不说带着闺蜜飞往三亚 住着一晚上万元的豪华酒店 吃的是价格不菲的海边大餐 背着香奈儿的包包开一整晚的烘趴 和朋友喝着香槟看日处 年仅二十岁的徐璐就已经身价上了 一条裙子价值十几万 一条项链抵得上一辆车 随随便便入手千万豪宅 每次出行都有十几个保安保驾呼号 不仅如此 徐璐还是香奈儿的忠实粉丝 别人有的他全有别人没有的他也有 每次出新品都会安排上 各种限量版的包包和服饰也从不会缺席 他在机场背的包每一个都价值上万 并且每次背包都没有重样 有一次徐璐晒出了一张照片 还佩文说女生的快乐很简单 然而这些对他来说还只是冰山一角 2021年徐璐发布了一条在家跳热舞的视频 视频中的他身穿白色吊带 配上一头蓬松的大波浪 纤细的身材让网友十分羡慕 但网友羡慕的不仅仅是徐璐的身材 还有他背后豪宅 他身后的走廊一眼望不到头 装修富丽堂皇 四处弥漫着金钱的味道 如此可见徐璐的身家背景一定不一般 刚出道就能拍四大名著 还成为了杨幂最嫉妒的人 杨幂曾自曝《红楼梦》选举规则内幕 这整部戏里面没有关系户 然后没有投资人的老婆 然后没有带着资金来的 我觉得那都不正常 2008年李绍红导演翻拍四大名著《红楼梦》 不少艺人挤破脑袋都要来试镜 22岁的杨幂和14岁的徐璐 非常幸运地被选进去 但当时的杨幂还没活 能出演秦文权是因为他是李绍红旗下的艺人 也正是因为没有人撑调 才让杨幂在拍戏时屡次遭到李绍红的训斥 有一次杨幂没演好 被导演李绍红当着众人的面指着鼻子教训 据说当时李绍红嫌弃杨幂的脸太放 不够上镜 准备换掉他的角色 结果杨幂二话不说跑去拔了四颗牙 成功变成小米脸 即便睡觉时满口血水 他也默默忍受 李绍红这才作罢 然而 面对同样是方脸的徐璐 李绍红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整变 不仅对他异常的满意 还经常夸他与众不同 即便那时的徐璐还从未演过戏 但他一出场就拿到了大美女李宝琴一脚 私下徐璐还大方表示李绍红导演对他很招募 经常教他演戏 或许是李绍红的双标刺痛了杨幂的内心 所以他才会在采访时大胆开脉 李绍红之所以如此欣赏徐璐 大概是因为徐璐的妈妈是某文化团的团长 爸爸是富商 就连爷爷也有红色背景 不管是财力还是背景都十分雄厚 当时根本没有明星感和他正面纲 然而让李绍红没想到的是 自己当初区别对待的两个女孩如今的现状 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徐璐虽然出道极巅峰 但是之后的发展平平无奇 咖威一直在二三线徘徊 反观杨幂自从出演了仙剑宫等大爆剧后 就一直吻坐顶流小八头的交易 还是热搜常客 当初徐璐还出演了甄嬛传 原本人气大好的他却被误认为是数字小姐 尽管他后来解释说自己只是个心愿 导演根本不会允许他那样做 但徐璐的口碑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